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文实版 对今天我们的廉政建设又有什么意义呢 系列节目中华法文化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将为您讲 清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前面我们讲到清官要具备清年 清明 清政这三种品格 那么一个官员要如何才能做到这几点呢 清官是怎样练就的呢 我们先来看《道德经》的一句话 《道德经》第七章说 机密满堂莫自能守 富贵而交至于其旧 功臣身退天之道 机密就是财富和荣誉 太多了 你不一定守得住 大富大贵以后你还要骄傲 那是自讨苦吃 功臣身退不是说一做了领导 马上就退下来了 而是说你的位置越高 你的身段越要放低 要低调踏实 才能长久 那么这段话告诉我们 要做到清明 关键在于淡泊名利的观念 一个人对财富容易看得淡 他就容易做到清明 一个人对财富容易看中了 他就不容易做到清明 刘邦打败项羽之后 他做总结 说我打败项羽之 是因为有三个男人 张良 韩米 萧何 这三个人被称作汉初三杰 同样是汉朝初年杰出的人才 但是这三个人的命运 那是截然不同 就是因为他们对财富 对荣誉的看法不同 我们先来说萧何 刘邦和项羽打仗的时候 萧何主要是在搞后方建设 跟刘邦经常被项羽 打得落花流水的 这个时候萧何把粮朝 也给他准备好 部队也给他准备好 你去打 打完了再还有 所以刘邦胜利之后 论功行赏 萧何功劳排名第一位 给他赏赐了大量的金银珠宝 萧何都得了 人家功劳很大 还给了他特殊的荣誉 入草部区 带剑旅上殿 古人说 在外面跑步叫跑步 在屋里面跑步叫区 见了皇帝就要小跑 不能带剑 不能穿鞋 萧何见皇帝 既带剑又穿鞋 而且不用低下头来走路 其实这个区 古代见皇帝的区 在我们今天还是有表现的 比方说我们找领导签字 一般都是这样去的 那都是有光庸传统的 那么萧何地位高 财富多 该得 但是恰恰是这些东西 成了他后来潜在的灾难 流氓在外面平叛 要派很多使者回来 慰问萧何 后来给他配了五百人的卫队 来保护他 这个时候谋士告诉萧何 说君灭族不久已 你马上要被灭族了 你来关中十几年 威信太高了 流氓不放心你 所以才派使者来慰问你 派五百人的卫队来保护你了 不是保护你 但是监督你的 这个时候萧何明白了 确实是这样的 怎么办呢 他就把以前受的封杀 那些金银珠宝 全部捐出来做了军费 而且主动降低自己的威胁 这样保到了平安 就印证了金银满堂 莫知能守这句话 韩兴呢会打仗 连百万之军 攻彼克战彼胜 功劳很大 他就要翘尾巴了 把自己封成齐王 但是他觉得不妥 在齐王前面加了个假字 假齐王 派人来向刘邦汇报 刘邦一听就很生气 当场就骂开了 说封什么假齐王 这个时候有一个谋士 陈平踢了刘邦两脚 刘邦知道不能骂 韩兴现在手握中兵 你在公开场合骂他 等于失破脸了 万一他去投靠项羽 怎么办呢 于是他马上又补充了一句 要封就封真齐王 就把话给说回来了 然后派人去封韩兴为齐王 韩兴帮他卖命 打败项羽 之后呢 韩兴就封楚王 他当处王的时候 每次到县里面 到乡里面视察工作 他要带部队去 把动静搞得很大 非常的高 有人就告他谋反 刘邦就把他抓起来了 把他降了一级 降为怀音后 并且把他带回长安 后来刘邦又来找韩兴谈话 看他那个老毛兵改了没 就问他 这个房块将军能带多少兵呢 韩兴是书生的 他瞧不起上房块 他说房块最多带一万 刘邦又问他 那夏侯英能带多少兵呢 韩兴说夏侯英最多能带五万兵 刘邦说那我能带多少兵呢 韩兴说陛下你最多带十万兵 刘邦又问他 那你能带多少兵呢 韩兴说乘下用兵多多益山 这就是韩兴用兵多多益山的游览 可见这个韩兴呢 他就是非常的高调 这就注定了他不会有好结果 公元前一百九十六年 韩兴被诛灭三主 就印证了那句话 富贵而交 自宜其旧 大富大贵以后你还要高调 你还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亿了 那你只有着使 张良呢 是刘邦的谋士 运筹于帷幄之中 决身于千里之外 刘邦封汉王的时候 给他赏了两斗金云珠宝 张良一分钱都没要 打败相语之后呢 又要把齐国这个地盘分封给张良 张良也不要 他只要了一个小小的牛城 牛城呢 在今天山东江苏交界的威山湖一带 是一个很小的城 所以张良的封号就叫刘虎 57岁的时候张良就不干了 退隐山林 去修道去 所以张良一辈子是平平安安 善事善众 为什么呢 因为他淡薄名利 就印证了功成身退 天之道那句话 可见了 我们对财富容易追求太多 你可以富贵一世 但是谁知道五年以后会怎么样 谁知道十年以后会怎么样 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栽培 我们淡薄名利 做到青年 不要那么多 虽然眼前看来你没得到什么 但是从长久来看 它会让你一辈子平平安安 因此呢 做到青年 它不仅是一种高尚的品德 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大家又何乐而不为呢 淡薄名利 做到青年 还不足以成为一位青官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内心的清明 和拥有一身的浩然正气 成为人们所拥戴的青官呢 系列节目 中华法文化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 青官 文化可以很幽默 文化可以很温暖 10月1日至7日 龙大宣教授带您品读 中华法文化 如何将孝心转化为孝行 礼让包含哪些智慧 青官情结是如何形成的 夫妻为何有情更要有意 穿越历史长廊 品味传统文化 社会与法频道 国庆特别节目 中华法文化 邀您倾听 文化的声音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清明呢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面 藏有一块观珍碑 上面有36个字 最后六个字写得很好 说功声名连声威 连声威就对应了青年这种品格 功声名就对应了清明这种品格 意思就是一个领导干部 首先要有一颗功心 然后遇到事情 你才能够明察秋红 明辩思非 做到清明为官 古人说 天下为功 以天下为己任 范宗言先生说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强调的就是一颗功心 以前毛泽东同志提出的 为人民服务 强调的还是一颗功心 领导干部只有有一颗 为民办事的功心 遇到事情 你才不会躲 不会拖 不会推 才会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 下面我们来举一个真实的案例 唐朝 贤通年间 有一个清官叫赵和 他是江阴县县令 与江阴县隔江相邻 就叫淮阴县 淮阴县就发生了一个案件 东邻的农民 向西邻农民借了一万免钱 国代那个钱用绳子穿着 这个绳子叫铭 一根绳子穿一千个铜钱 就叫一铭 又叫一贯 腰长万贯 可见一万贯是很大一笔财费 于是他就拿自己家的地器 做了抵押 后来东邻农民就给西邻农民还钱 先还了八千贯 还剩两千贯 由于双方是熟人 就约定 等到还最后两千贯的时候 西邻农民就把地器盖了 没有写收据 后来东邻农民又去还了 剩下的两千 这个时候西邻农民就不扔账了 说你啥时候还了我钱呢 你有收据吗 没有 没有那地器不还给你 东邻农民一看完了 自己的地保不住了 就去告状 结果县里面的意见是 你这个案子既无文集 你又无保障 没法办 驳回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个案件既没有收据 也没有合同 没有书证 还没有保证 就是没有见证人 没有中人 没有证人证言 他又到州里去告 州里的态度 跟县里的态度是一样的 东邻农民一想 这个地是要不回来了 很居上 这个时候有人就告诉他 你去找蒋云县县县造河 那可是远近文明的清官 看他能不能帮你 东邻农民就给赵和讲了他的事 赵和也知道他有冤情 就说哎呀 你不要着急 我来跟你想办法 按照唐朝法律规定 在江里面发生的案件 两边的县都有管辖权 这个赵和呢 就给怀银县县县写了一封信 说我在江里面破获了一起江阳大道案 人犯基本上抓住了 但是还有一个没抓住 就是贵县西宁的农民 请你把他压到本县来受审 赵和在这儿就打了一个法律的擦边球 怀银县县压一看 是江阳大道案 很重视 赶紧把西宁农民抓起来 送到了江阳县 赵和就审他 说你怎么去参与江阳大道打劫呢 西宁农民说 哎呀我是个农民 船都不会划我怎么打劫啊 赵和说 你把你们家的财产如实申报 如果说得清楚 你就不是江阳大道 说不清楚你就是 西宁农民赶紧说 哎呀我们家有稻谷多少蛋 那都是我自己地里面种出来的 我们家有布皮多少皮 那都是我自己的支不支出来的 我们家还有八千块的现金 赵和说你个农民 哪来那么多现金呢 哎你炒股啊 西宁农民说 哎哪里哪里 这个是东林农民还给我的 他们家的地气还在我那压着呢 赵和说 那你敢对职吗 西宁农民说敢 他为什么说敢呢 因为欠债不还 法定刑呢就是打屁股 而江阳大道要杀头啊 这个时候赵和就把东林农民叫出来 和西林农民一对质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么按照我们今天 学者的观点来看 赵和这种做法违反了程序正义 你编造的案件呢 但是按照中国古人的看法 他的程序不是很看重 只要你能跟他身上正义 他就拥护你 而赵和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有一颗工心 有一个为老百姓办事的工心 所以他才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来解决问题 因此要做到亲密 首先要有一颗为老百姓办事的工心 这是关键 那么前面我们讲到 如何做到亲年亲民 那么亲政又如何才能做到呢 我觉得这个关键呢 就在于人格 要有无虞则刚的人格 无虞则刚建于林则徐的衙门 是这样说的 海腊百川有荣乃大 必立千认 无虞则刚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欲望 物质欲望 权势的欲望 名利的欲望 有欲望不要紧 但是要有个度 一旦超过这个度 他就会迷了心窍 就不可能做到刚正不恶 千百年来 清官一直是人民大众的期盼 清官文化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清官文化源自哪里 它对我们现在的廉政建设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系列节目中华法文化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 清官 我先来讲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白子先生 他死了 所谓白子先生就是念错别证 有老师去给别人讲 讲完了之后学生来问我 有个老师跟我们讲女货补天 这个女货是谁呀 我说女货肯定是女娲她姐姐 这就是白子先生 白子先生死了 到阎王殿去报道 阎王殿就说 你这个人生前老念错别词 误人子弟 所以你下辈子不许你变人了 法理变成一条狗 结果白子先生很高兴 说好啊 变狗好啊 但是请大王一定要让我变成一条母狗 阎王殿就不明白了 你要变狗就变狗 你为什么要变成母狗啊 白子先生说 儒家经典说了 您财母狗得 您难母狗免 遇到财富荣誉 母狗就可以得到 遇到困难灾难 母狗就可以躲避 只享受权力 不存在义务 所以当母狗好啊 结果是怎么回事 儒家经典 道就是做官的标准 字眼上稍有变化 叫做 灵财建立 勿取苟父 灵难建始 勿取苟免 意思还是一样的 遇到财富荣誉 不要苟且得到 遇到困难灾难 不要苟且躲避 那么在这个唯利之道 当中我们就看到 主要有两点 一是对财富荣誉 怎么看 二是对困难灾难 怎么看 刚好就和清官 品格的三清香对应 不苟得 对应的就是清明 不苟免 对应的是清明 清正 遇到困难 要解决困难 遇到压力 要扛住压力 可见呢 清官这种文化现象 主要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而形成的 在汉朝就有清力 清百力这些概念 到了南北朝 就有准确的清官的概念 唐宋以后 清官文化就越来越盛行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典型 代表 唐朝有敌宫敌人节 宋朝有包公包政 明朝有海瑞 清朝有余成龙 我们说清官文化 是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的 里面有两个核心 对待财富 容易 对待困难灾难 既要反对苟德 又要反对苟免 这对我们今天 是很有借鉴价值的 首先反对苟德 什么叫苟德 不该你得的 你偏要得 贪慕受贿是最明显的苟德 还有一种现象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 有些领导干部 他不贪物质利益 他要去捞一些精神上的利益 这其实也是苟德 我举一个过去的例子 民国时有一个人叫张忠昌 此人身高接近两米 力气很大 但是没有文化 他去当兵会打仗 后来就当了将军 1925年被任命为山东省的省长 他一想 我现在在孔夫子的老家当父母官 那我再不能以文盲自居了 我都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文化人 那怎么才能打扮成文化人呢 像现在有些领导干部 他去读博士 读博士后 搞一个博导教授来当起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张忠昌就写诗歌 还请来清朝末年的一位状元 叫王寿鹏来教他 然后他写了很多诗 还出版了一本诗集叫孝昆诗超 全都是一丑万年的作品 那都是丢他的人 比如说 尤泰山 他写 远看泰山黑乎乎 上头细来下头出 有朝一日翻过来 下头细来上头出 在要理说吗 天上下雪 他又写 什么东西 天上飞 东一堆呀 西一堆 想是玉地 盖金殿 塞石灰呀 塞石灰 这不是笑话吗 我觉得领导干部 你干好你那个位置 造福一方 那是最大的学问 没有必要去捞这些利益 尽管他们是 什么都要捞 什么都没干好 怎么造成的 苟德造成的 所以要反对苟德 第二要反对苟免 什么叫苟免呢 就是遇到困难 灾了就躲 比如我是一个警察 那边有人在打架斗 我本来应当上前制止 但是我把警符一托 从这边走了 这就叫苟免 儒家反对苟德 反对苟免 对我们今天的借鉴价值 是很大的 我们现在考核干部 往往用一些指标 用填表的方式来考核 这个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 最关键就要把握住这两点 看他对财富荣誉 是怎么看的 看他对困难灾难 是怎么看的 他们的这些人生观 价值观 周围的人是最清楚的 把握住这两点 来选拔干部 那么选出来的干部 八九不离十 我就认识一个人 他的财富观呢 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喜欢占小便宜 我们上街去买瓜子 他就死去藏 藏完了不买了 说你这个瓜子不好 有一天呢 我们去买包子 他排在前面 然后就说 老板你这个包子 我们还是藏一个在买 我就说你是不是过分了 包子你也藏一个 藏一个你都吃饱了 你还买 他喜欢占便宜 后来我读书 发现书上也有这么一个人 喜欢占便宜 凡是有人从他家门口过路 他就很高兴 有便宜可占了 跑出来一看 你要是买菜 他就说你这个菜真好 能不能送点给我 你不好意思 你拿着吧 你要是买水果 从他家门口过路 他又要跑出来说 你这个水蜜桃真漂亮 能不能送两个给我 你不好意思就送给他 我相信朋友们 身边一定有这种占便宜的人 大家都很讨厌他 但是拿他又没办法 有一天几个朋友就商量 说我们来细耍他一下 就拿了一个东西 从他家门口过路 这个人他已经形成毛病了 只要有人过路 他就兴奋 验过都可以拔毛 他可以占便宜 于是他赶紧跑出来 又准备占便宜 结果看到人家拿的啥 抱了一块石头 从他家门口过路 你总没有便宜可占了吧 这个人已经闹下病了 他一看便宜占不上 哎呀我郁闷了 我赌得慌啊 站在他郁闷之际 他突然灵感蹦发 跑回厨房 拿了一把菜刀 在人家的石头上 哗哗哗 磨了几刀 便宜占上了 输他了 你说这样的人 你要是个领导 你敢用他当财务处处长吗 你敢用他当后勤集团的老总吗 你敢用他当基建处的处长吗 这种人你敢用他 他肯定要出问题 所以我们选拔干部 就要看他对财富荣誉是怎么看的 就要看他对困难灾难是怎么看的 用这两个尺度来选拔干部 对提高干部队伍的连结性 对推动连政建设 肯定会有极大的帮助 最后我也用一首张忠昌氏的诗歌 来结束我的讲座 连结在你的心田 明察是你的双眼 一身正气 诸就忠肝义胆 这才是民族的希望 这才是老百姓的期盼 这也是清光文化 给我们的现实借鉴 谢谢大家 再见 孔荣让礼 宝书牙让利 陈平让相 传统的礼让文化 包含了哪些内容 又蕴含了什么样的智慧 在竞争激烈的今天 传统的礼让是否已经过时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竞争与礼让的关系呢 在明天的节目里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 将为您解读 礼让